來 喬喬 好久不見 來吧你好 大家好 我是喬喬 真的還是要分享一下近況啦 真的嗎 我最近其實就是過得蠻休息的生活 非常感謝公司讓我有些放在機會 所以最近就比較接種養生 那是生活方便 好好地充電一下 而且我跟妳氣色非常非常地好耶 謝謝 一定謝謝 謝謝我太多 所以我問一下喬喬 剛剛是你這個人生當中第一次的調酒豬體驗嗎 以前曾經想要練過花式調酒,換了台戲 但練了兩次就放棄了 超難 他們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喔 非常難 所以喬喬你剛剛那一位特調嗎 算是跟這個帥哥八天就一起來協力完成的啊 那影片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聽說有一個很酷炫的名字喔 叫做美顏膏CE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對對,裡面就是有很多蔬菜水果 所以有很高成分的維他命C 那維他命C可以幫助膠原蛋白的合作 對對對 所以膠原蛋白很重要,要Q彈嘛 那維他命C也很重要,因為要給美麗 非常好的一杯飲料 真的耶,所以今天現場大家呢 所謂這個配合的飲品就是我們這一杯呢 美顏高C飲 而且剛剛提到過裡面有紅椒 有這個鳳梨,有阿辣對不對 而且是冷紅色的耶 而且是冰沙耶 怎麼跟我剛剛太偉大一樣 真的 他有攪拌過了啦 對對對,有攪拌過 所以我覺得那個維生素C 真的感覺非常非常的豐富 真的趕快喝 而且呢,小翔也知道嗎 提到這個膠原蛋白 我一定有一些小資料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要說呢,20歲開始之後呢 這次有進入膠原蛋白的流失期 25歲之後是高峰期 到了40歲呢 聽說我們這個身上的膠原蛋白啊 剩下不到18歲的一半耶 這是一個非常驚恐的一個正確的數據 這真的令人感覺很害怕 所以呢,要記得隨時要補充膠原蛋白 沒錯,因為其實我從...因為我今年快要買27 很年輕喔 所以我也到了一個高峰啊 我在買25歲生日那天 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也是非常愛漂亮的朋友 然後他的嘴巴就是非常的健康 很健康的你嘴巴 然後他就傳了一個訊息跟我說 恭喜你,歡迎你加入 呃,膠原蛋白流失的... 最快的高峰子 所以我25歲他就第一封簡訊 就提寫我這件事 真的耶,好殘酷的朋友 快速流失膠原蛋白的年紀就是... 欸,但是我知道 我必須要這個增在下小小 因為我剛剛有近距離看你的皮膚 然後呢,我有這個發文的臉書 其實你經常大巴巴就會PO一些很近的照片 你的膚光也是相當好耶 謝謝謝謝 所以你有在偷偷補充膠原蛋白 還是光明正大的補充嗎 當然是光明正大的補充嘛 其實我在鏡頭上分享過蠻多次 我從小就很喜歡吃各種 含膠原蛋白的食品 對,譬如說像雞腳啊,豬皮啊等等 對,但是因為大家也知道 其實年紀人人大,工作越來越忙碌 對,然後其實你膠原蛋白你的準備 如果要花這麼多時間 你不可能家裡隨時有計較嗎 對,對 我覺得還是必須透過粉啊 透過果凍這樣的補充方式 是最有效,而且可以隨時隨地 天天的補充這樣才會有效 對,因為剛剛提到說那些什麼豬腳啊 雞皮啊 可能你這個吃進膠原蛋白的同時 也補充到不少的熱量 對,就是吃完還要去運動 真的 所以呢,我們這個選擇聰明的 優質的這個膠原蛋白產品 可以讓你們誒 事半功倍 感覺更加厲害 對 但是呢,感覺這個 巧巧應該是我們這個 博貝多的愛用者對不對 是啊 我要問一下 今天是我們這一系列產品當中啊 好像有膠原蛋白粉 跟膠原蛋白凍 這兩者有什麼不一樣的 飲用服用的實際嗎 其實我覺得都非常方便耶 平常我會用粉 因為可以加在我任何的飲品 或者是我吃的沙拉 或是糖裡面 其實只要不要過高的 太燙的溫度 又可以加進去 還好啦 對,所以是非常方便 甚至可以增添風 天天使用 對 對對對 然後至於呢 這次活動呢 我就把它當成就是 女孩們嘴饞的時候的 小甜點 因為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吃甜點 那你不如吃吃的 可以變漂亮的甜點 你覺得嗎 了解 增加這個熱量沒有意義嘛 對 你是很聰明耶 經經紀照 經常計算的美意型的朋友 對不對 哦,所以呢 膠原蛋白粉可以加入日常的飲食當中 然後呢,膠原蛋白豆 就是可以讓你這個忙碌的時候 如果沒有辦法那個 使用膠原蛋白粉的時候 就是 解殘小點心 而且我覺得重點是 聽說是要每天持續服用 才能一個美麗見笑 我覺得任何的保養 不管是從油內而外 都是要天天使用 天天使用 所以呢 剛剛就是提上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是24小時 隨時隨地補充美麗 有些人 用膠原蛋白痴 可以 用膠原蛋白痴